《心之勇士》 就像月亮并不选择美丑贫富 就像月亮并不选择是江是海还是湖 甚至是院子里的水盆 只要是有清水 月亮便投影其中 将自己化为那柔柔清水坝 真理它其实不会选择美丑贫富 其实完全是看你的心里有没有需求心 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以前我也听师父讲过 师父说现在这个时代很少看到 对正法对法会有一种真正需求心的人 师父说他几乎是可以说 这个等于完全没看过一样 就是一般人其实很少知道 佛法正法对自己生命真正的价值 所以真正对正法需求的人 师父说是简直就是看不到 但是师父那时候有特别赞叹真如老师 师父说可是像他 师父就讲真如老师 那他对正法的需求就是完全不要命的 意思就是说即使是牺牲生命 也很想要要需求正法 那因为有这种很真实的 很强烈的对正法的需求心 所以讲到真如老师的时候 师父就说 他对法的那个体会 也一般人就绝对没办法比得上 这是以前我亲自听师父说过的 其实这段话我还有无影 以后有机会希望得到真如老师的开许 我也可以放给你们听 所以真理不选择美丑贫富 那就好像月亮不会选择 你到底是江是海还是湖 甚至是院子里的水盆 只要是有清水 月亮就可以投影其中 关键是要清水 如果是浊水浑水 月亮也没办法投影出来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正法只属于需求正法者 真正讲你真的能够得到正法 是因为你内心真心的需求正法 可是需求正法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需求正法是 不论美丑贫富 不管你这些美丑贫富 其实需求正法是你都能够拥有的能力跟权力 不管你事美丑贫富 你都有这个能力跟权力 你可以发自内心的需求正法 其实我们昨天办营队 你们也听到那个 有位居士不是分享他的那个心情吗 就是我们讲那那的妈妈 他不是出来分享他的这个经历吗 其实有一段他那个时候时间来不及讲 那我有听到他后面有悦略的跟我讲过 他说因为那个 他小孩虽然是这个唐士正唐宝宝 但是因为从小得到父母亲的关爱 跟这个佛法上面很好的教导 所以其实这个小朋友呢 就像你那天 昨天上个听到 他已经会背很多经典 然后呢 其实他还有很好的习性 他在任何情况之下 他只要看到师父的照片 看到佛像 他就自动就会礼拜下去 他已经养成一个很虔诚的这个习惯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加州吧 因为他们老家是住北加州 有一次我去上课 后来下课他们过来 他母亲带着 他的父亲和母亲带着Nana来供养我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跟Nana讲说 其实你是一个让 真如老师很欢喜的小孩你知道吗 他们都一直记得你 这样 然后 但是因为我担心他是唐宝宝 我不知道我表达他是不是听得很清楚 我还特别问他一下 说我这样说你听得清楚吗 他就把那个红包摆在头顶上 一方面供养我 一方面他很清楚地跟我讲清楚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 事实上也是因为他自己 对师长对三宝这么虔诚 就Nana他自己对师长三宝 这么虔诚的信心 后来本来是他的父亲跟母亲坚持在园区 用那个自学方案 父母亲当老师教他学习 到最后后来就是今年开始 园区有一些老师主动找他 找Nana的父母亲说 可以协助 这个帮助Nana的学习 可以协助教导Nana的学习 就等于说他父母亲很辛苦地 坚持了四年用自学方案 在园区的梁亭教Nana学习 到最后就是Nana他自己本身的 那个学习上的努力 还有他对师长三宝那种虔诚的那种信心 也感动了周围的很多人 最后就是园区里面有老师 自己也愿意过来义务教Nana学习 他昨天其实要后面 是跟大家讲的是这一段 好 所以就是这句话 真理不会选择美丑贫富 正法只属于真心希求正法者 而且希求正法这件事情是 不管你是美丑贫富 你都能够拥有的能力跟权利 如果你是一个真心希求正法的弟子 那师长福布萨没有不射受 没有不加持 没有不教导 看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心希求正法的弟子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是真心希求正法 可是我好像还是遭遇了很多挫折 没有顺利地得到这个加持跟教导 其实挫折还没有消失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恶业还没有进化 但是你真心希求正法这一点 就有点像我们上次研讨的时候讲的 归一福有色三界七有侠 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有这种心情 我觉得说好像我内心还蛮认真的在 想要支持正法 蛮认真的想要照着师长佛多教导的佛法去做 可是有的时候境界好像给我的回应不是那么好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会想起 对啊 那师父早年弘扬广论的时候 人家理解他吗 不理解 那真如老师那个时候在寻找师父的时候 甚至是接棒之后很寒心如苦的 在带领我们圣诞学习的时候 你说广大的社会大众理解他吗 我觉得也不理解 可是他们就在那个境界不见得理解他 支持他 甚至给他们的回应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呢 他内心里面还是坚持照着正法做 所以也会让那个时候他们种的因怎么样 也会让他们在那段坚持当中 他们种的因更加的纯粹 更加的珍贵 加来感到的果会更殊胜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 你在内心里面你坚持学习正法 坚持想要修行正法 你又觉得境界给你的回应好像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 我就很希望你们去意念真如老师啊 师父早年弘扬佛法的时候 他们碰到那种困境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坚持下来的历程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示范跟榜样 也是一种鼓励跟加持 我常常觉得是这样 好 好 那我们希望新生要学习也同样是186则 那是在109页 那我们也请视听主把它播放出来 他的题目叫做 这个摆脱苦难是最辉煌的事 这一段很短 我们一起念一下 我们看事情就只会看现在的苦 所以修行感到辛苦时就会想退 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件最辉煌的事 正在经历摆脱苦难的过程 这段话很短 但是希望你以后真的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要把这句话献起来 你修行感到辛苦想退的时候 你仔细想 其实现在自己正在做一件最辉煌的事 我们正在经历摆脱苦难的过程 只要我们的因重的是对的 所以平常我们都说如是因感如是果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那个果像是很辉煌灿烂的 那你重因的时候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是辉煌灿烂的呢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而且我还记得 其实真的师长佛菩萨他们是从因敌上去看 他们不是单单看果像而已 我记得很多年前 其实是我们应该说第一次大规模的 办教师营的那一次 就是前面两年办了教师营 前面几年办了教师营 但是规模比较小 后面真的变成一个上千人的大行营队 从第一次办成大行营队那一次 那第一年办下来 因为大家办大行营队 这个经验还不够 所以营队里面出了很多这个运作环节不顺畅的部分 大家事后也做了很多检讨 那第二年呢 换了一位总护士 换了一位总护士 那他总结了上一届的经验呢 他就想到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方式 他在营队的前行的时候 他就用时间轴的方式 然后做了完整的沙推 意思就是说 好 营队的第一天第一节课 这个时间点 各大组这个时候该做什么 第二节课各大组该做什么 就按照时间轴的方式 他完整的做了一个沙推 结果第二届 其实不是教士营的第二届 是扩大举办的教士营的第二届 他的运作跟第一届相比 就都顺畅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非常赞叹那位总护士 说你想到一个这么好的方法 用时间轴来做这个沙推 产生了一个这么好的结果 大家都蛮赞叹他 结果师傅很特别 师傅在那一次教士营的 结型的干部会议的时候 师傅就特别讲一段话 非常有意思 师傅说 我知道这次教士营的运作 大家又累积了经验 比上次成功很多 大家也都会很赞叹 第二次的总护士 他想了一个这么好的方法 用时间轴来做这个沙盘推演 所以事先看到了很多问题所在 就让运作变得更顺畅 大家也很赞叹 他觉得这次赢队是一个成功 但是呢 师傅说 可是我觉得成功的因 是因为我们在去年 累积了很多失败的经验 所以能够想到用时间轴来进行 沙盘推演 是因为建立在去年 累积出来这些失败的经验上面 所以师傅说 所以呢 去年的总护士累积的经验 跟今年的总护士累积的 这个成功的经验 在我内心里分量是一样重的 师傅当时就这样说 我是现场听到这一段话 所以我印象很深 也从此以后调整了很多 我看事情的眼光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学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果像 是很辉煌灿烂的时候 那中阴的时候 怎么会不是辉煌灿烂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辉煌灿烂 至少在师傅佛菩萨的眼光当中是如此 所以呢 如果你是朝正确的方向修行 你感到苦 想退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眼前的苦不是因为你修行而来的 是过去的恶业感果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正在种善因 正在摆脱我们的苦难 我们正在经历那个摆脱苦难的过程 这是一个最辉煌的事 而且如果用业果的道理来讲 如果你真正深信业果 你不会因为眼前的困境 就放松你这个 种正确的因的脚步的话 会因为你这个 生性业果 尽信心的力量 能让你造的善业变成众业 广东上面是不是有讲 广东原文叫做 真上尽信圣解依乐 宪法寿里边有一个 对不对 那不懂这个 原文还不太懂 这个原文的意思 没关系 总而言之就是 因为你特别深信正法 特别深信师长 特别深信业果 你这个尽信心的力量 会让你造的善业 变成一个重业 重到什么程度呢 乃至于这一生就敢果 好 所以这一小段 摆脱苦难是最辉煌的事情 其实你认真做好之后呢 真的 你是在经历摆脱苦难的过程 而且这个苦难的摆脱 还有快乐的来到 可能这一生就会实现 马上就会实现 因为你有神行业果的关系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前行 要学习的部分 好 好 好